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你2020 2021觉得每个人都股神 这个Daisy跟我做的节目里面已经有跟大家解释过 你去年觉得你股神的话没什么 因为全世界80%的人大概去年是都赚钱 但是今年就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2022年是持续千变万化的 为什么持续呢 因为2020跟21就已经是非常千变万化 但是我们在那两年的时候没有讲那么多这几个字 为什么呢 当股市好的时候你都不会说 哎呀好可怕呀 动荡对不对 没人提这件事 你就提出赚多少钱赚多少钱 但是2022年各位朋友 如果你看过去 这个月 9月股市的表现 这是NASDAQ 还不是个别股票 所以这还算是比较有点客气的 你看他跌多少 其实一个月跌10%以上 指数哦 不是个股哦 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其实不管是涨和跌都很可怕 而且如果你是看他从最高点到9月底的话 跌了十几percent 百分之十几是非常可怕一件事情 但是呢 到了10月 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呢 也不过就才几天 哎呀 这个绿油油一片 而且呢 直线上涨 就让很多人觉得奇怪了 说哎 不是说好了要熊来了吗 哎不是那个6月的底要破底吗 哎怎么搞的 这几天在搞什么东西啊 其实股市就跟经济一样 就跟世界局势一样 什么事都是千变万化 那我们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呢 我觉得有时候当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叫做exercise 就是有一个有趣的一个思考方法 就是你想想看 你到底对什么事情非常确定 我们可以确定这几件事情 短期内啊 通胀是不可能突然降到2的 那除非是那个primary降到10%吧 哦对不起啊 升到10% 那吓死人了 是不是 那经济就完蛋了 那可能通胀降到2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的通胀 并不是光是因为 这个印钞票印太多 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好那第二就是说国际紧张群势不可能立刻得到缓解啊 除非你告诉我说哇突然一下子啊那些找麻烦的国家全部都合作了啊什么北韩啦伊朗啦俄罗斯啦然后因为那个战争突然一下子两个人说来签个和平条约吧哇那就太厉害了 第三联储局啊一定继续升息的嘛 对只是升多升少的问题很难讲啊 为什么会这么说 有些人斩地截铁说哎呀12月一定三嘛 12月一定二嘛 我告诉你其实都很难说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金啊 涨的已经让美国人都有点受不了 自己的货币太强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美国是全世界第二大出口 你知道你在美国的话你都不会想这件事情 你想说你花的就是美金嘛是吧 然后你出国也是花美金的感觉 但是美国其实是严重依赖出口的 从我们加州的科技产品到我们加州的软件 哎不要忘记啊软件也是出口的 到我们加州的水果 是吧 你如果美金涨到某个程度的话 那个没有人吃美国水果了 好接下来的话呢 经济一定继续下滑 为什么呢 请看123 那第五那就请看1234了 短期以内没有持续上扬的动力 就是所谓sustained rally的可能性是极小 我当然不敢说没有了 就是但是你自己看看 你是看报 看看那些投行的最近的报告 你就知道了吗 可能有没有短线的这种突然一个小小的反弹呢 有我们前一阵子反弹就很不错 对吧 但是所谓的sustained rally就是几周几个月一直不停的往上涨 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过了至少大趋势并没有这个太大的可能性吧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如果你看指数啊 这个其实daisy跟我去年也讲到过 这不同的股票在不同指数里面 所以指数的表现也差很多 Standempoor 500 S&P 500居然跟NASDAQ跑在一起 哦我对不起我还算不是NASDAQ 我今天还特别抓QQQ给大家看了 我说这是什么时代了 那就表示说 S&P 500其实已经太多的股票都是那个QQQ的这种大科技版的股票 所以呢他动的基本上是一样了这两个指数 可是你看Dow Jones 其实如果道琼30并没有这么差 他当然也是差了 当然跌了不少 但今天真的没有跌太多 所以你要仔细看看你自己的投资组合 如果你全部都是QQQ那种股票 或者是更aggressive的 更这种所谓的高速成长股的话 就是高速跌价股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跌那么多呢 因为你的这个portfolio 你账户里面大概不多 那个Dow Jones那种是吧 那如果你看个股的话 更是吓死人 看过去这一年12个月里面 你说那个S&P啦 算是很惨了 15.62% 15%多算是很厉害 如果随便挑几家 这些股票还算是好 那A firm Roku Palantir Virgin Galactic 然后那个Quantum Scape 随便挑几家各个行业的一些代表性的股票 就是前几天涨了很多的 你看他在跌了多少 如果你有这些股票的话 你当然是跌得很重 那这个 看这种图表的用意在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说 真的不是你的这个 你说我的股票跌太多 不是 这是你选到那些跌多的股票吗 对不是股市的错 而是真的看你就选什么股票 如果你就扒了指数的话 也不会那么差 是吧 好 但是呢 那个当然就是适合 事后诸葛亮 讲的都很漂亮 那我们就看看未来的前景 今天节目的大伟没有打算教你赚钱 你说没有赚钱的话 看着干嘛 白看半天 不 因为在这种市场 就像Daisy刚刚说的 不赔钱就是赚钱 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些 这些话不仅是别人会跟你讲 而且你有时候自己会告诉你自己 你说那些高成长公司 总有回头的一天吧 那你就回去.com看一看 因为我上一个 这个投影已经给大家分享过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是不是有一点那个.com的味道 科技股 特别是高成长科技股 被修理的特别厉害 那如果是.com的20年前的事 再重来一次的话 你就知道 当时有很多公司就没有回来 那就跌 再跌再跌你现在去看的话 很多这些公司 现在还是3块5块4块 我可以在高动荡市场中 day trade赚钱 如果你真的非常相信 你day trade可以赚到钱的话 那我就恭喜你 然后也请你在这个视频下面的 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day trade可以赚多少钱 因为day trade实在是不太容易 大部分我认识的人呢 我真的是有认识的人 做这个日内交易可以讨生活 但是绝对是少数人 而且不容易 好 接下来就说 election rally 和christmas rally 我最近开始听到有人说 哎呀大选年怎样怎样怎样 圣诞节来了怎样怎样 我告诉你啊 过去有太多christmas rally 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 就他不一定是在christmas发生 他可能11月就跑完了 你如果还抓住的话 12月叠死你 也可能说他12月时候呢 是等到christmas过完以后 最后几天给你涨一点点 是吧 有些christmas rally涨个三五percent 那但是那个媒体啊 就宣扰一下说 哇应该圣诞节来了 大家心情好啊 什么的 呃 千万不要相信这些东西啊 还有最后一个最可怕的一件事 做空就可以赚大钱 如果你今年初跟我说这些话的话 如果你真的有那个胆的话 我就说好 那你去做空吧 那大伟也是 大伟其实年初就开始做空 但是胆子不够大 呃赚到一点就跑了 要不然的话 现在就三倍五倍十倍 可能是在大西地 或者是那个马尔蒂夫 跟各位做这个节目 但是很不幸的 还是在我南湾的家里 如果你现在跟我讲说 你要靠做空赚大钱的话 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跌了很久了 而且接下来跌的话 会不会突然一下跌很多 当然有可能 是吧 但是我觉得像目前最近这个震荡盘 比较有可能 所以你的那个心脏要非常的强 因为有时候你如果碰到像这周 呃你就会吓死了 因为你的空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那个 short covering 就是说有做空的人在在补股票啊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要非常注意 如果你胆生那么大的话 那我也请你在留言区 跟我们来讨论一下 看你做工的这个策略是什么 我很想跟你学习学习 好那今年的非常重要的 再强调一次 就是说你千万不要相信 这些在牛市的时候 觉得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那个牛市了 最后的这一些忠告啊 真是各个啊 这是可能是有血淋淋的现实啊 呃这个买来的这些忠告 这也是很多人存在的一些迷思 其实我看到的这里啊 其实是有投机的心态 加投机的行动 但确实我听到过 很多的人不知道被什么口号洗脑了哈 就说哦 还是会回来的啊 当然当前你提到的第一点 就是说这个高成厂公司 当然他是说市场还是会回来的 所以呢就很多的人呃 该干嘛干嘛 呃该看自己的账户呃 3DK继续的不看 从来不管不看不问不问不问啊 还有一些人就是啊 他跌了就是继续让他跌着啊 就是说哎市场还是会回来的 那你对这种呃 想法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对这个其实我上期节目曾经讲过啊 才你不理财才不理你 那我在08年那一波有同样经验 就是说我决定就是好一年啊 没有看我的那个401K 然后等到我真的打开来看的时候 简直就吓傻了 这个钱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变成201K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当时如果你买的基金都是growth fund 啊或者是你买比如说financial sector的 的那个放 因为你在那个401K里面 可以放各式各样基金嘛 是吧 那大家都知道0809年的话是银行股啊 呃这些金融股啊被杀的非常的惨 你说要等到这些股票 这些基金的回头到呃回到你原来投入那个钱的话 你都要等多久 那为什么不在他跌到开始跌出现警讯的时候 比如说大概你自己定一个10%15%是吧 不行了我一定要砍就把它砍掉 然后去转去比较安全的 或者是你觉得当时呃是在一个呃 甚至可能还是逆势操作的呃 比如说最近我不是在推荐这些啊 但最近有些人就在看呃 矿产的能源股 还有一个呃国防 这几样他觉得说这几样呃大类型的公司啊 可能在下几个财务季度会表现的还不错 那你就把一部分的钱或者是把所有钱从那个高科技们抽出来 然后转到这些去 对因为有很多这一类高级的股票啊 呃真的是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恢复到原来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不是每个公司的股票都会恢复到他 昔日的荣耀啊不是每个公司就他曾经一百块过他现在五块你说我只要吃事的等总有一天他一百没有很多公司就回不去了 所以大家要完全要用一个务实和现实的考量去看你的钱 免得你的钱呢也很不务实很不现实的 非常感谢大伟的忠告和提醒 呃这个天下第一奇书上面也这样说呢 就是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 这话是真的 呃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呢 呃都能够细心的照料我们这些所种下的种子 好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订阅和转发哦